哈囉,大家好,又到了看電影的時間啦 真的是有夠忙碌的11月份,電影看不完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魔鬼終結者,黑暗宿命 這次的阿諾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結局呢? 首先就個人觀音體驗而言,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整部電影讓我回歸以前電影的感動感 不論是劇情還是動作場景的安排 甚至被追殺的緊張感都有達到 加上這次跟以前一樣 邊追殺邊換交通工具 地上跑得天上飛得越換越大台 所以個人是給予高評價的,看得還蠻開心的 這次的阿諾演出跟先前石頭龍的最後一滴血 都讓我感覺到動作老演員的魅力 我是非常喜歡的看到阿諾活躍在一幕前 不是靠CG而是本格出演,就讓人開心 這次的動作場景也安排了讓人腎上激素噴發 而感動系的橋段也讓人眼光泛紅 身為每一集都有去看電影的老人 我來說,我認為這部作為阿諾終結者收尾作 是非常不錯的 建議大家一定要去電影院觀看 好的,那麼接下來就是劇情講解時間了 還沒看過電影的人也可以點開影片下方說明 直接跳轉到最終結論部分避免被暴雷 那麼 5 4 3 2 1 開始 電影開始演出了 薩拉康納知道未來天王的威脅 而為了自己的兒子也是未來救世主的約翰 努力過後阻止了天王並保護了全世界 但是大家並不知道這一段未發生的歷史 本以為成功就是成功的莎拉 放鬆警戒的時候卻出現了終結者T-800 一槍撒死了約翰 失去兒子的莎拉瞬間心理崩潰 不知道幾年後 我們看到熟悉的傳送機制發動 首先看到了一名女性強化士兵從未來傳送過來 而且似乎帶著重要的使命登場 另一方面 墨西哥汽車製造工廠工作的丹尼 與弟弟迪亞哥莫名的面臨了代號 Rave 9的終結者追殺 Rave 9融合了T-800骨架 以及第二級T-1000的液態金屬 平時液態金屬包覆在骨架外面 必要時骨架與液態金屬可以分離攻擊對手 是非常難殘的無敵存在 好在前面被傳送出來的女性強化人葛瑞斯 及時出現帶著兩人驚險逃跑 過程真的很精彩 一開始就有很棒的動作表現 在逃亡過程中 迪亞哥不幸犧牲 在萬分危急時刻 已經步入老年的莎拉康納出現 帥氣的莎拉戴著墨鏡說著 I will be back 用強大的火力支援了兩人逃跑 但是葛瑞斯並不認識莎拉 便偷了莎拉的車繼續逃亡之旅 強化人畢竟還是人類 在高強度的使用下 葛瑞斯見感不知 最終還是靠重新找到兩人的莎拉 用著藥物抑制著身體的不適感 重新站起來 重新見面的三人做著自我介紹 莎拉說著自己是曾經的 未來就是主母親 葛瑞斯則是未來來的強化人類 但是未來的敵人已經不是天王 而是魔鬼軍團 這次是來以救出丹尼為最重要任務 看來即使莎拉阻止了天王帶來的末日 人類還是學不乖 又創造了另外一種人工事能來毀滅自己 而他們三人發現 之所以三人能聚集脫險 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後幫忙 找到了訊號發送員後 發覺是來自德州的一個坐標 三人決定前往探查 從墨西哥進入美國本想偷偷的偷渡入境 沒想到還是被Ref9發現蹤跡 利用擬太成人類的方式 各種下命令追捕三人 Ref9最終在美國的拘留中心大開殺戒 三人好不容易在萬分驚險中偷了直升機脫逃 並前往德州探訪唯一的救援力量 但沒想到看到這名背後力量卻是當年殺了約翰 讓莎拉永遠無法忘記的T-800終結者阿諾 化名為卡爾的T-800在天王真正被消滅之後 因為沒有進一步的任務 而開始想了解人類 目前只是一名窗簾公司的老闆 而且也有了老婆與兒子 並養了小狗 莎拉看到她後怒急想當場殺了她 但是為了保護丹尼在一番掙扎之後 看到了似乎有點人性的T-800 莎拉還是決定聯合T-800幫忙來殺死Ref9 T-800因為後來知道了殺死約翰 但對莎拉來說代表著什麼意義 所以她決定幫助他們對抗Ref9 並說出了I won't be back 幾乎確定了自己將不會安然歸來的宿命 本想靠電磁脈衝直接導毀Ref9 但是運氣不好了又因為被發現蹤跡 被追殺的過程中武器被毀損不能使用 所以最終還是只能先逃亡 過程中葛瑞斯告訴丹尼 她跟莎拉不同 並不是她生下了什麼重要的反抗軍人物 她就是未來反抗軍的首領 是她賦予了葛瑞斯生命的意義 這次輪到葛瑞斯來報恩 一定要救丹尼 得知自己就是未來救世主的丹尼 決定不再逃亡 以水庫為最終作戰地點 一定要殺死Ref9 在世人的圍攻下 Ref9分裂成尼泰金屬與T-800 與眾人轉開一場轟轟烈烈的戰鬥 阿諾負責坦Ref9 葛瑞斯負責輸出 莎拉負責助攻 丹尼負責拉怪 大家努力用盡最後一分努力 這一整段決戰一次到位 T-800與Ref9近身搏鬥 全權道路爽度十足 Ref9雖然幾乎完全毀損 但他還是不死 最後葛瑞斯說出 維持自己生命的電池 可以發出高熱能源 一定可以摧毀他 丹尼帶著獻出自己生命 葛瑞斯的電池 與Ref9展開最終決戰 場面危機萬分 莎拉也幫不上忙 直到最終 T-800抱著Ref9 與電池一起產生巨大爆炸 一起同歸於盡 Ref9死後 丹尼看望了目前還活在這個時代的葛瑞斯 丹尼下定決心要變強 不讓葛瑞斯再因自己而犧牲一次 與莎拉一起踏上了未未來而準備的訓練之旅 劇中 好的 首先這部電影承接的是28年前的第二集 對於很多人來說 這部童年的美好回憶 應該是得到了很好的延伸效果 比起3、4、5集還是柯麥龍導演的風格與節奏比較對位 當然相反來說 對於已經對第二集沒印象的人來說 可能共鳴度會低上很多 加上這一系列中間已經另外拍了3集了 所以想必大家都有所混淆 不過對於動作電影來說 這還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對於喜歡終結者的我來看 是一部好的阿諾退役之作 加上前幾部很多都是靠CG效果來呈現阿諾的T800 這次是看到阿諾重裝上陣 還是讓人感動萬分的 光是這一點我就覺得值回票價就是 俊琴本身是努力一大爆發 可以看到大部分時間都是格瑞斯、沙拉、康納來對決Ref9 所以主要三人打帶跑的戲碼還是比較吃重的 這次的特效與動作系真的算是十分精彩的 而72歲的阿諾登場後更是表現得讓人驚喜萬分 很多地方更是有致敬前作的許多彩蛋 聽到熟悉的音樂響起更是萬分感動 懷舊的人應該會相當喜歡 所以曾經因為345集而失望的觀眾們 就通通當成前面是平息世界就好 這次不妨可以跳脫先前的框架來看這部電影 也推薦給大家 就把它當作是精彩的動作電影也是很OK的 其實電影還埋了一堆問題未解 不過這一系列終極者電影是否還能繼續下去 必須打上大大的問號 尤其是阿諾這精神代表已經確定不演終界者的時候 所以不要有所懷疑快進戲院享受被追殺的緊張感吧 還有63歲的琳達和彌頓以及72歲的阿諾高水準的演出吧 錯過可惜阿 好的 那麼這部關於心得 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